时间来到3点20分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聂小倩本人在现场 真的太开心了 其实很多朋友都非常羡慕 因为我可以访问到聂小倩 其实我我也帮大家整理一些问题 很多朋友都想问你说 你喜欢什么样子的男生呢 我觉得没特定的那个类型 但我觉得 一个是感觉和性格很重要 感觉跟性格很重要 有没有任何一个形象 让你一闪而过 就是他 比如像金城武 我帮你打住这个话题 你不用打住 可能小时候还会比较花痴一点 好像蛮稳定的 现在都是大家喜欢你了 不是这个问题 因为他不是很在意整个 具体化的外貌 所以所有的帅哥朋友们 每个人都有机会了 我希望大家可以多看一些刘亦菲 不只是外表之外 因为很多朋友都会在美你说 天哪怎么那么美 根本就像仙女一样 可是我相信你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关注到你的演技的部分 对不对 其实没有希望大家更关注什么 因为很多东西是自然呈现的 你说为了让大家 希望大家看到我那一面 其实是你做到大家自然会看到吗 说得好 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句话 我觉得说得非常棒 他就说一个吸引人的人 不是他的外表多么的美丽 而是他的气质 你现在就让我看到这样的气质了 谢谢 OK 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 这是何耀山带来的《拥抱》 欢迎您经常来拥抱台湾 那么我们很多观众朋友 还有听众朋友 非常的喜欢你 大家也不要错过了 在今天晚上六点钟 在梦时代八楼西满客影城有首映会 那么另外在这个礼拜呢 这部电影会上映 请大家到电影院 好好支持一下 201倩女幽魂 谢谢刘一飞 谢谢你 我们来喝饮料吧